雷神索爾 蜘蛛人 超人等知名電影人物現身在海中衝浪 畫面看起來趣味十足 這市府去年在丹安海水浴場所舉辦的變裝衝浪比賽 獲得熱力迴響之後 今年市府也要再度擴大舉辦第二屆的衝浪大賽 緣起去年我們要求觀光局為了讓愛好水上活動的年輕人 有一個好的地方可以去從事衝浪的活動 我帶了觀光局的官員到台東去參訪他們的東浪 參訪以後我們取經回來 自己也舉辦了一個衝浪比賽 結果很多年輕人都來報名 因為這裡得天獨厚的地形是中部最適合衝浪的地方 所以有很多的中部的衝浪玩家都會特別跑來這裡玩 然後在這裡玩啊不管是初學者或者是進階者都會玩得很開心 台中大安海水浴場從去年開始對外開放 吸引不少民眾請來進行衝浪等水上活動 這陣子西海岸地區吹起強勁的東北季風衝浪挑戰性十足 因此市府就延續去年活動將在13號舉辦衝浪大賽 除了廣邀全台衝浪好手同台較勁也會安排風箏衝浪現場表演 讓氣氛更加熱鬧 今年我們擴大舉行 我們希望有30組的衝浪好手 一起到大安濱海樂園來競技 另外我們也舉辦了一個風箏衝浪的表演 我們希望有興趣的年輕人都可以來這裡觀賞 我們希望這樣的活動能夠未來帶動大安的觀光 市府也指出活動當天除了實體衝浪外 現場還安排了衝浪教學區 包含沙板教學 路上衝浪滑板練習等等 還有為親子設計的彩繪風箏 親子闖關等趣味遊戲 讓大家都能夠盡情玩樂 藉王勝炫 台中採訪報導